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2月2号的 《大人歌早点名忍者无敌》节目 我是陈坤仁 非常非常荣幸受到中式的邀请 我们会在新春的1月和2月期间 早上8点钟 只要台股有开盘 你就可以看到到我 我主要的来这边的用意是 因为希望给大家鼓励 因为前一阵子真的 我会这样讲好了 2022年就是去年的行情 大家真的辛苦了 可是现阶段的行情的话 是值得你去做期待的 值得你去做留意的 值得你好好在今年的行情里面 去把你去年失去的 或者是说没赚到的把它赚回来 当然这时间点的话 我还是再次跟大家重申再重申 就是今年的景气 我也跟大家务实的说绝对不会好 我讲过很多东西 但我会告诉你说 其实有股价永远领先景气在做落底 这也是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这已经讲了一个月了 台股已经涨了1000点上去了 然后我也讲过很多很多的话就是说 虽然景气不好 然后利空测试 但是我希望看到越多的利空来去做测试 利空来去做一个测底 然后你就发现说 怎么那个陈坤神大人哥你今天的节目 或者说你的节目怎么永远跟其他的那种节目 讲的都不一样 真的就不一样 因为这是法人思维 这是领先市场上的资讯 我不会跟你天天涨停板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接下来的行情你要怎么样去做拿捏 比方说像是 今天清晨的收盘的美股市场指数 那你也会看到说 其实我的节目里面 我也会多讲一些美股 跟一些全球的经济的展望的部分 那原因就是因为 你没有掌握到全球的方向 你怎么知道台股的方向 台股不会自己涨 那台股也不会自己跌 他就一定是跟着美股走 那个方向那个趋势是跟着美股的 所以你要先掌握到美股 跟全球大环境的方向之后的话 你还可以更清楚的掌握到 现在目前的台股的行情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就是今天早上 FED升息一满 然后会后记者会之后的话 我们的FED传声筒 就是永远有领先市场上面资讯 那个花街日报的记者 他讲了一些话 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忍者无敌的青春特别版的节目 最主要的内容的话 包含像是重要经济数据 然后包含像是全球股市卖动 甚至台股的一些相关的产业 技术分析 跟一些重点的个股会分享给大家 那不定时会有好康的分享 比方说在农历年前 我就说过了 因为那个就是感谢中市的支持 所以我们最近的粉丝人数 增加订阅数还蛮多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举办了一个 就是持股见证 那时候如果你有问我股票问题的话 我都有帮你回复 那个是在上次加LINE的时候 你都有看得到的部分 那加LINE上面有更多更多资讯 会分享给大家 你再问我没关系 就是持股见证的部分 我们持续帮大家做回馈 那另外的话 我的操作的理念的话 也给大家看中间半段就好了 上半段下半段自己公餐 我在这儿做操作的话 我是比较倾向就是顺势交易的 我不会跟你踩底摸头 所以我的节目 或者我的一些操作的部分 我永远不会告诉你说 恭喜会员买在最低点 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我老实说那只有神跟神棍 才做得到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但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我们可以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把它赚下来 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是把握一个顺势 然后后面就是再创高的话 那没关系 恭喜后面再买到的人 可是我们已经在找另外一档的 低档转强的个股 去做一个顺势操作的 波段的布局了 所以你也可以把我的LINE 把它加起来 我们的LINE上面 有更多更多的不定时 而且是免费的 好康的分享给大家 比方说教学影片 比方说像是 我刚刚说的持股见诊 精选个股 另外的话 你可以在我这个LINE的部分 可以跟我点选一下 我要索取 2023年的翻倍计划 拿到的人都看得到 我里面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解封 解封的受惠的题材 你会发现 就真的如我们所说到的 现在的行情 现在的轮动的方向 都在走这些部分 我第四点就讲到电动车 你会发现说 最近怎么大家都在喊 电动车电动车电动车 可是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在我去年 前年我就跟你里面讲电动车 今年我一样讲电动车 明年我一样讲电动车 因为接下来 它就是趋势就是方向 只是 这个轮动的过程来说 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到资金的方向 产业的卖动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 或者我的LINE跟YouTube频道 这边跟我做多一些的相关的互动 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有更多更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不好意思 我今天花了多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再次重申提醒 给大家鼓励 给台股鼓励 因为台股真的今年不坏 去年的修正过后 然后今年的行情的话 会是值得你去做期待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YouTube频道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比方说 我再次跟大家偷偷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赚钱工具 我会把它拿来拍影片 拿来分享给大家 比方说如果你有台积电的人的话 你要用股票期货结税 结所得税 你配息超过2万块 你还要被课二代检保费 那你用什么方式可以把它 结税结掉 结费结掉呢 你可以运用股票期货 那另外的话甚至你看 昨天的网品有没有创高 这个绝对有图有真相的 那你看这个网品 昨天创高是197块 先画一个大大涨定板给大家 我节目没有天天涨定板 可是真的就是你看这是什么时候的 去年的9月30号 有图有真相 我在我的YouTube大恩哥玩股的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说过了 就真的是受惠解封啊 总算判到解封啊 吃吃喝喝选股啊 那时候的网品的话是137 137到197 如果你看一张网品的话 你可以赚多少 6万块 那如果你看趴数来说的话 因为你可能不只买一张嘛 你有可能只有买零股嘛 不管你买零股 你买很多很多张 你就是赚四成 那现在目前的行情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是这样的行情的部分 比方说 最近这几天你也会听到 全市场跟你喊玉隆玉隆 昨天玉隆也 他们也新春团拜嘛 那昨天的严城丽莲 董事长执行长 他也有讲到一些 今年的品牌方向 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到 今天的新闻持续跟你喊玉隆 但你可以如果看到 我就说我们之前的 大恩哥玩股的专题 那那时候我就说过了 那时候是7月底的时候 玉隆还在46块 45.7的地方 那我也讲过 他的一些体质改善啦 新店玉隆层啦 也都是今天 你看昨天 昨天那个新春团办的 内容 那你又看到说 其实最近大家都在喊玉隆 可是如果从那时候 45块7 46块 到目前为止84块 也是83% 那我们在讲的事情 是领先市场上面的资讯 我们在跟你讲的一些观念的话 是法人观念法人思维 那我再次重申 真的不要等到 全市场在那边 趁热度的时候 那你才在那边 市场那边 多追高追高追高 这样的动作 因为真的有太多 太多的好的股票 你看 我继续讲一下轮动 你看玉隆 玉隆的部分的话 像是昨天的 新唐一涨停板 有没有 然后呢 德韦的话 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红盘以来 三天两根涨停板 所以 这就是跟大家说过的 真的景气不好 但是呢 真的股票不差 所以你可以加我的赖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内容 相关的表股把它 把它收取回去 然后就赶快赶快看一下 好像没有扫到吗 来 没关系 扫一下 扫起来 今天清晨的美股的四大指数是 全面收涨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张表格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都是红通通的一部分 黄底红色的都是好的 你看这是昨天的台股 昨天台股的话是上涨了154点 上涨幅度的话是1%多 可是因为其实最近的台股 你就看一下 其实台积电涨 它就涨了 台积电跌 它就跌了 所以跟着台积电做 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的指数的方向 那类股轮动的方向的话 其实你就会看到我们跟大家说过的一些观念 半导体 伺服器 电动车 然后收贵解封 那这些股票的话 都会变成是一个市场上面的 资金的轮动的一个个股的部分 那也刚刚就我刚前面所说到的 FED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升息了一码 这是符合市场上面的预期的 那主要指数的部分 稻穷没有动 那因为去年的稻穷已经先涨过了 可是在整个资金比较敏感的过程之中 崩会先崩电子跟科技半导体的股票 那要涨 它也一定会先动 这个所谓利率敏感的股票 就是比较偏向资金的股票 像你看像昨天费办上涨了5.19% 然后NASA指数的话上涨了2% 那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好像真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悲观的数据 依然一直在出来 你看昨天的谁 昨天的MD 他公布财报出来了 那昨天财报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新闻永远永远 没有办法抓到一个 比较敏锐的重点的部分 那我们在跟大家说的观念的话 就会比较属于这种 就是我不会告诉你利空 但我会告诉你利空 来去做测试底部 不要跌 它就是变利多了 所以你看像昨天的超微 它的净利是减少了98% 那这是那个 而且还释出 本季会比2019年来的 本季就是第一季 Q1会比2019年来的 更衰退的一个展望 但它的状况有比市场预期来的好一些些 甚至它的执行长苏妈 他就说到说 其实PC会在这一季触底 然后下半年的话 资料中心会转强 所以结果昨天 那个MD 它的财报不是说 那个经历锐减98%吗 可是你如果看一下MD的股价 我看看我们抓图抓起来 这都是最新的数字 你可能看不到新外新闻 新闻讲 没关系 你看一下今天MD 涨12% 12%的AMD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的指数 今天上涨了5%多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过的 利空没有关系 利空如果跌 它就是跌 无庸置疑 但利空如果来 但是不跌的话 它就反而是变利多出现 因为利多出境就是一个样的效果 你会发现 你如果真的从 你刚刚从8点开始看我节目 你会发现 我怎么带个陈坤人分析师 你喊了一堆的利空 这个观念的话 我觉得应该 你会看不到其他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说说明 外资继续买 你看这个月买超了 1800亿快2000亿 今年以来超过2000亿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整个大方向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于 三重底 就是台股的三重底 从去年的7月打过来之后 然后就整理完毕 转强这样子一个动作的部分 另外的话 台子的盘后盘 也因为美股的上涨 所以今天 昨天的清晨 今天的清晨 今天清晨收盘了 大涨了128点 所以我们跟大家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快速的解析 你看纳塞指数 我就说之前他就是在这边整理 可他整理之后的话 就创波段新高 然后台股的话也是一样 三重底从这边开始画 然后画到这边 然后再画到这边 也是一样 这样子 这是去年7月 没有时间了 来继续讲一下 来 往上涨上去了 那这边三重底也是成型的 台积电的ADR也继续涨了2% 那我们下半段的节目的话 会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解析 比方说像是 电动车 IC设计 中国解封 然后像是环岁红包 所以我们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 先跟大家 先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注解 那大人哥早点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相关内容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帮大家 就相关的提醒 那我们那些观点的话 都会比较属于 领先市场上面的资讯 所以下半段节目回来的话 会跟大家讲更多更多的 个股的解析 跟一些重点的产业的部分的介绍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欢迎回来到 大人哥早点名 新春特别版的节目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半 就是在这个大人哥早点名的 这个页面 之前我们先帮大家看一下 几档个股 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我刚刚那个AMD没有抓出来 所以我直接打K线给大家看 这是XQ 这是每一个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就是技术线型的部分 那这个是美股的AMD 那你就会 你想说 你现在不是在讲台股吗 为什么要看美股 我就跟大家说了 你不能只有看台股 你眼光要拉高 你眼光角度要拉高拉远 你要从全球看台股 因为台股不会自己涨 也不会自己跌 它必须要跟着全球的股市的方向 尤其是美股的方向 趋势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样过程来说的话 这是今天上涨了 今天清晨凌晨收盘上涨了 12.6%的AMD 那它是公布季报 是衰退98%的AMD 那这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的 用打底来去做彻底的利空的 一档个股 任何一档个股都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就是 其实从去年 大概从10月开始好了 台股从7月 因为7月从开始 才打三重底有没有 个股的话 大概从7 8 9 10月开始落底 那落底的过程的话 其实你发现说 其实有那种底底高的现象 这是底底高的现象 有没有 底底高的现象过程来说的话 当然遇到压力难免是压力 遇到压力难免是压力 可是当它在整个底底高 打完底部成型之后 就会发现说 怎么一个突破了 就像台股 我给大家看一下台股三重底 来 这个是台股三重底 这这这这 有没有发现 7月开始打底 然后到了破底到1269 然后这边也就很明显 很明显这样的三重底 打出来之后的话 在这边去做一个突破 这样的动作 那另外再看一下 我就说了像IC设计 你注意 你稍微留意一下 明天联发科要开法说会 那他也说过 就是他的最坏最快 大概是去年的12月 那个时间点他开法说会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解封 可是中国现在秒速解封 然后他们的疫情 已经受到一些控制了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 那个等于是报复性的 那个春运 你有没有发现 然后报复性的消费 那现阶段的话 就变成说加速去化库存 这个过程 这是联发科的 那个底部的形态 也是很漂亮 但是联发科在整理的过程之中 有一些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你看这个最糟最糟最糟糕的CDKY 已经跳上去了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像是2458的翼龙殿 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爆大量的地方 这个爆大量的地方的话 你去看一下 他在讲他的法术会的时候 他说 因为我们的需求不太好 因为我们要砍一些金元的投片 所以我们就只好不惜 跟金元代工厂去做违约的动作 去年你有听到这句话 去年你一定有听到这个新闻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新闻 而恐慌的话 不好意思 你是砍在最低点 这边有一堆的人 砍在最低点之后 另外一堆的人 从这边去底部 把他买了一堆的股票 这边最低可以买到多少 75块 76块 很好买 80块以下的翼龙殿 到今天已经100块了 昨天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也是底部的现象 这个也是彻底的过程 这个也是利空的这样的过程 你看我又多讲了一个利空 到底我讲了几个利空我也不知道 但这就是现在目前的行情 然后我刚刚也前面讲了 2201的翼龙 你会听到去年 那个什么新安东京保险 让翼龙的去年前三季 亏掉快两块 为什么他能够涨 为什么他能够快翻倍 已经翻倍了 我刚刚不好意思说 他翻倍了 因为我是从这边跟大家说的 反正我刚刚说只有83%而已 可他实质起来的话 其实已经是翻倍了 所以我们提醒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种个股就是 再讲一下 把那个LINE加起来 LINE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资讯内容分享给大家 YouTube频道也要把它加起来 因为我们YouTube频道真的把我自己的策略 工具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相信中式的跟我们的合作 跟我们相关的 提供给我们的投资朋友更多更好的资讯的话 正在努力中 我们也在努力中 所以YouTube LINE 把它加起来 这样一个动作 那继续讲下去 我们刚聊了一些个股之后 继续看一下 电动车继续轮动 有没有 我说的 玉龙继续创高 那新唐继续涨停 然后德韦继续涨停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涨停版 你看一下是谁在买 那3675的德韦 你有发现吗 这是谁在买 从1月开始 沿路买一直买不断买 然后他根本不管什么农历春节 他就继续买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他反正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第一季的任养的行情 这是4919的新唐 有没有看到他也是沿路买一直买不断买 然后不管农历的前后一直买 那昨天的话也是涨停版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其实我也说过了 就是你现在目前真的应该还在害怕 可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情 请你好好把握现在目前2月的 股价仍然在低点的这些个股 那你真的不要等到3月份 我跟你预告一件事情 3月份的时候你会听到全市场 全新闻媒体都在跟你讲 地址上行情 地址上行情 启动 错 大错特错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话是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 现在已经是大概是在脚踝到腰部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话大概是脖子到头部的地方 如果真的等到头部的时候再去买的话 不好意思 你又是变的是白老鼠 砍在最低然后卖在最高 砍在最低然后买在最高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话 都会跟你讲一些比较偏向于法人思维的部分 继续讲下去 来 IC设计刚刚有讲过了 继续轮动 然后利空出境 所以现阶段 我也再次跟大家提醒 你看 IC设计 你就看三档指标股 联发科 那个西力KY 还有5274的信华 为什么看三档 联发科赚最指标 因为它今年如果最低标 开起来就是60块 它只要不要低于60块 甚至往上去做调升的话 大家都往上去做比价 大家都往上去做评价 另外的话西力KY因为它分割之后它不是股王 可它也是前股王 它底部也打出来了 那5274的详绰的话是因为它 跟着 5274的信华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到目前的位置还是IC的股王 所以这些相关的股票会指引整个IC设计的方向 那在指引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就会轮动轮动再轮动 你看像翼龙昨天也创高了 然后前几天的话是连最糟糕的 驱动IC 天狱什么细创 他们都在创高 然后这就是现在目前 市场上面的一个人气的资金的轮动的方向的部分 中国解封 还税红包 目前看起来 新任的内阁 也是大人阁 陈建仁行政院院长他应该会把 就是那个还税红包把它 盡可能把它提前 因为新冠上升也是三把火 他也要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政绩出来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的 吃吃喝喝的受惠股会持续受惠的部分 像我刚刚说的你看网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到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是上涨了超过了四成的幅度了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会在市场上面关注到他们的时候 或者是说底部现行打完之后 那这些股票的话都会展开他们一波的所谓的回升的这样的行情 因为最坏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还散户还没醒 所以现在他们正在 就是法人们正在去做一个 低档去做一个任养这样的动作 所以任养跟做账的行情是ing 不是三月才做 再次提醒大家 那真的不要 我讲的真的很难听 这里不要等到新闻喊 你才去做最高的这样的动作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该跟大家说的事情 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的观念 那其他一些相关重点 我顺便跟大家做做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今天有看到蛮多蛮多的早报的新闻 比方说我刚刚前面好像漏讲的 就是在新台币汇率 昨天收在29.965 创了五个半月以来新高 那外资持续买 外资在做汇入的过程中的话 指数要愈小不易 所以你可以盯着 我觉得不是盯着外资的买卖超 你反而应该盯着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 因为新台币汇率它才可以真的看到 所谓的热钱流进来的趋势 跟流向的趋势 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外资是 那种假外资 今天买然后冲涨停板 隔天只会冲把它倒出来 这种外资不值得你去做参考 你要看的是 比较偏向于汇率的这种趋势的方向 昨天我也会跟大家说过 鸿海总好不容易重新回来到 100块的整数关卡了 那这个关卡来说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依然委屈 但是资金未必会关爱它的地方 所以你宁可看着鸿海 然后坐着它的受惠的股票 然后看着台积电 坐着台积电的受惠的股票 IP最近蛮不错的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创意啦 像是四星KY啦 那力旺啦 这些股票的话 今年依然是成长的部分 然后甚至还有的话 是比较偏向于像是 我也说过的像是 在一些相关的个股的部分 你可以像昨天我说到 像是钢铁 那钢铁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些 比较属于景气循环的部分 那最近底部还蛮漂亮的 那因为最近的钢架在涨 不锈钢涅架也在涨 所以这种个股就是值得你去做留意 但是如果比较偏向于 航运系列的部分的话 或许你现在目前还有航海王 那但是航海王需要整理的时间 可能稍微久一点点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你可以透过LINE 跟我做相关的提醒跟分享 那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 跟大家再次快速点名机当个股 也是我这边应该还有 来这里 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投奔比 那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做分析 但你永远记得我一句话 不要只是看投信买超的章数 请你看投信买超的章数 去除以它的股本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发现 来 这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 来来来来 这真的不是我把它买上去的 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跟大家做点名的 这种个股的部分 来 你看这是谁 德伟 有没有第一名 这是章数第一名吗 不是 它是投奔比的第一名 这是谁 新唐 它是章数的第六名吗 也不是 因为它们都是高价股 那它们都不是那种章数看起来会多的 可是这种股票的话都会变成是你现在目前可以留意的部分 来 继续看下去的话就是你可以在保的那你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操作的部分的话 就是跟大家说过很多次的 做账跟任养是在进行中的 那我们现在在赚的是最好赚的一段 你如果要找一档个股能够翻倍 我很老实说今年有辛苦 可是你如果要找到一档个股可以赚20% 然后去做换股操作再赚20% 再换股操作再赚20% 你五档个股一样有翻倍赚这样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持股见证 需要我们的协助 要加入我们的团队的话也欢迎用LINE的方式 然后用080的方式跟我们做相关的洽群 以上分享给大家 那台股今天加油 各位投资者今天也是加油咯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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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